啥时候能更读评论 嗯?现在 App主有人盗你视频 什么?谁盗我视频了 妈的,又上当了 请问小蛙耳朵上面的叶子能拿下来泡茶吗? 嗯? 不能用来泡茶,它用来泡酒 从左到右依次是小蛙三分熟的小蛙 七分熟的小蛙小蛙 现在粉丝做个人就这么辣吗? 嘿嘿小蛙,我的小蛙 嗯?检查叔叔,就是他 小蛙姐,什么时候继续做德尔塔计划? 德尔塔计划我还在团 因为培议人员不是很多吗? 年纪了大家都忙 过年会陆续发出 那我突然有点好奇一件事啊 僵尸和七蛙能有结果吗? 结果是什么? 能有结果,结果就是僵蛙 建议摘摘萝卜把隔壁小蛙 阳光消耗150,生命300,攻击力150 好家伙,我差点把你看成了僵尸大拽了 这个双叠是BT版小蛙这个植物 这个事情我画后面看一下 小蛙阿姨 啊?啊?阿姨?会有那么老吗? 叫小蛙姐,姐! Emotional Dammit! 趁现在人少我是散兵,应该没人发现吧? 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你们能不能不at隔壁小蛙了 at隔壁小蛙很忙的在at隔壁小蛙的话 at隔壁小蛙就要疯了 我都说了不要at隔壁小蛙了 你们怎么还at隔壁小蛙呢? 别人就at我一次 你歪的一条,at我六次 小蛙不是这样叫的吗? 啊,嗯,哼,快点 检查叔叔 如果下次读评论读到我 我可以给小蛙学五秒钟 并且给他投五个B 谢谢你好新人,新年快乐 爹,没人能翻到我 大型人亲现场 小蛙小蛙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小蛙谁啊? 虽更at这么久看不到小蛙的传说之下 这是我的决心碎了一地 传说之下之前也说了,会在年后陆续发布 你这蛙宝鼠吗? 为什么?建议多种一会儿,比较容易吃坏肚子啊? 最近不是炸炸萝卜出了个小蛙的植物吗? 大家的反响,重获了我的意料 我最近也测评了这个植物 实话实说,属性可能有点积累 但是我的包扎可爱啊,有没有? 最近很多人发这种类似的评论 有了这植物菜谱,就丰富了 啊,不对,不是这个,是这个 随区风来也说这个植物非常不好用 有好多人,还在下面说风来的赞没了 在视频中把我的名字念一遍 我立马去找翟翟萝卜说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点 本身这个植物就是联动娱乐款的植物 翟翟萝卜能以我原型做一个植物已经非常荣幸了 因此大家也不要因为此事去罗布那里评论 强度不够呀 怎么这么垃圾啊,这种类似的评论 当然也别去冲其他测评之物的视频作者 没有任何意义 反而会让这个本来就是娱乐的环境变得无烟瘴气 大家看一视频就是图一乐和 喜欢就看,不喜欢就不看就行了 我们改变不了别人,但是可以改变自己 每个人多一点宽容和理性 那么这个网络环境就会变得更好 大家也不希望自己喜欢的视频底下全都是引战的吧 嗯,差不多就这些了 是不是结束的有点突然 我是小娃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变得更好